最近接的这个付费咨询呢 就集中在在搬到意大利之后 就是怎么谋生的这个事情上 其实呢找我做付费咨询的这些人 其实还都 经济实力还都是可以的 我会建议他们呢 就是如果说你有实力的话呢 你就来意大利就是可以 把房子先买吧 因为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就是过来这个路线呢 肯定都是大龄留学出来 因为我觉得就是留学 对于我们这种就是 挺大岁数出来的人 就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会一来之后 你就马上去面对这个 真实的残酷的 然后你也不知道运行规则 是怎么样的这么一个世界 因为就是你在学校里面 你会遇到就是大多数的人 都还是比较正常的 而且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比较纯真的这些人 就是校园本来就是这么一个 比较纯净的一个环境嘛 然后如果说你就是 顺利的毕业之后呢 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一样 就是转一个自顾嘛 然后谋生的事情呢 就是可以有就是两个思路吧 第一个思路就是 赚欧元啊赚老外的这个钱 那你可能就要就是投你的简历 去不同的这个公司了 那这个简历的话 就是是需要有人帮你去认色的 英语啊 还有李亚利语的这个简历 你都要准备 然后还有一点就很重要啊 就是不管说你打算在这边找工作 我都建议你说 把你的工作经历啊 就是呃能给你开这种工作证明的 然后你觉得对你今后求职也有帮助的 呃这种啊 就是比如说我曾经在新浪工作过9.5年 我就去新浪给我开了一个就是 曾经的一个就是在新浪工作的一个证明 呃写的是我的职位 然后我工作的这个年线啊等等 就证明我真的是在这工作过 然后你呃把它呃拿到公证处去啊 就是公证处呢有那种就是翻成英文的这种服务啊 就是当然是花钱的不贵啊不贵 然后你就给他翻译并公正啊 然后你给带到国外来 就是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要找工作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可以呃给他复印一下 或者是就是扫描一下 随你的简历就是一块去呃发过去啊 这是一个小tips 就是一般人我也不会说啊 因为就是呃 试灵来留学的学生 他嗯没有这个东西 呃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就是赚中国人的钱啊 就是怎么赚的 并不是我推荐大家去中资企业啊 中资企业你是可以去的 因为中资企业就是可以就是呃 作为你毕业之后的一个进入一个行业的一个敲门砖 比如说你去做旅游行业 因为这边也有很多就是中国人开旅行社 或者做这个呃时尚行业 因为这边也有就是中国人开的工厂啊 呃他们现在工厂都是有自己的品牌的了 然后帮他们做品轩啊 或者去做就是销售导购这种也都可以呃 但是这只是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你就是付费找我咨询的话 我会告诉你这个为什么就是他只是你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他可能不是呃最佳选择呃 然后还有就是赚中国人的钱怎么赚呢 就是其实啊 说是赚中国人钱不如说是我们给国内的人提供服务 因为有很多人来这边旅游的话 他们比如说需要陪同需要翻译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工作 包括代购也是给国内的人去提供服务 人家就需要这个东西 就需要有一个靠谱的人就帮他做这个事情 OK你能做那你就去做 所以你的这个钱就是都是人民币啊 当然你怎么收这个人民币就不用我说 那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是给大龄留学来谋生的一个思路吧 当然根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我会给大家就是不同推荐不同的这个方案 因为我现在就逐渐对这个了解 所以呢可能有些信息是 大家在国内可能没有的 就是不到的 你百度也百度不着 知乎也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可能我知道答案 所以你想来我这负费咨询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